订阅本频道的朋友,2018年财源滚滚大吉大利,谁都想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,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可感情投入并非如此,有些人分分合合,有些人早早走进了婚姻殿堂,另外有一些人可能连对象都没有,还是单身一人,下面我们讨论一下,在今年6月份,有可能牵手成功的三大生肖。 第一名,生肖牛,属牛的人6月份感情运势是非常不错的,有恋爱对象的朋友,两人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融洽,结果婚的两人生活会果得更加和谐美好,而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,摆脱单身的概率是非常大的,提醒的是,在接触新的异性朋友接触的时候,属牛的人千万不能感情用事,被对方感情利用,请输入描述。 第二名,生肖猴,属猴的人6月桃花运是非常旺盛的,已经结婚的人来说,要注意与外界异性的接触,要经得起考验,不要做出对不起另一半的事情来。 对单身的人来说,选择机会会很多,但千万要注意不能心急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应该细水长流一步一步来,不然很快会让对方失去兴趣。 请输入描述,第三名,生肖猴,属猴的人6月份除了财运事业运比较好以外,感情运势也是非常好的,朋友介绍的概率非常大。 我们都知道属猴的人非常高冷,这个时候要改掉自己冷淡高冷的习惯,主动,热情大方一些,属猴的人不喜欢小鸟依人的类型,他们喜欢和自己共同努力,奋斗拼搏的人,他看重的是你的内在,而不是外表。 所以只要抓住机会,脱单概率也是非常大的,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